从前有一个人眼睛不好,一个耳朵不好,一个脚有点绝,三个人一块儿去看戏,三个人一边看,一边盆伦,评论的事也很好,眼神不好的人说,嗯,今天的戏唱得很好,不过,这个穿的行头不好, 耳朵不好的人说,哎,是你看不见,其实行头很好,就是唱的声音太小了,脚有点瘸的人接过来说,你们两个人说的都不对,其实今天戏唱得不错,行头也好,就是这个戏台这么搭了歪了。 佛法讲,每个人所犯的错误都认为自己是对的,这就是佛法界讲的执着于我想,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, 但每个人所感觉到的世界却千差万别,人因为耳见耳闻,迷惑于假象,活在错误当中,才不断地自身烦恼,能够放下的人,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 为他人着想,就是为自己铺路,宽容别人就是德,小之以理,动之以情,考虑别人的自尊和承受度, 所以学博人要处处为别人着想,那就叫慈悲呀。